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慢走啊 往这边走 好好啊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刘青芳住在几号房 刘青芳 你稍微等一下啊 1202房间 1202 对 谢谢 往这边走 好 请问你找谁 我来找刘青芳的 你这是方毅什么人 我 我是她朋友 小慧 没有苹果了 好 我去给你买 你找谁 方毅这种病啊 寻民上将阿兹海默 一开始只是性情改变 记忆力变差 情绪容易波动 语言沟通偶尔出现障碍 阿兹海默 嗯 那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小晨姐送她过来的时候 她就已经谁都不记得了 小晨姐 你和小晨很熟吗 我们一家和方毅一家是邻居 我从小跟小晨姐一起长大 她知道我在这里工作 所以啊 就把方毅送过来 让我照顾着 这样她也比较安心 那你知不知道 她有没有回来过 她好像是上个月来过 说现在工作比较忙 以后不能常来了 所以拜托我多照顾着 小慧啊 房间里的电视机 怎么打不开了 好 来了 你快来帮我收一下 马上过来 小慧啊 我房间里的 出事吧 好 好 就糊了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你马上来 我先来的嘛 我先来 我先来的嘛 先帮我去看 我在房间里等你啊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我马上来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稍等啊 我马上来 你不要动脸 你怎么这样 你这大老徒子 你说你多大岁上了啊 不好意思 我这边人数有些不太够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请问 你们这边 还缺不缺人生 该吃药了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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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需要啊 你是谁啊 我是新来的护工 小慧啊 她平时有点忙 您要有什么需要了 您找我就可以了 来 我的药掉了 药掉了 掉哪儿啊 那我帮你们找找 是那里头 我来 我来 费姓啊 怎么称呼你 您找我小刁就可以了 小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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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找 给您 谢谢 没事 应该的 打开 哦 陈先生 方怡啊 刚睡着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白天已经够累的了 晚上有我们你就放心吧 没事 对了 昨天晚上有个小伙子 来看过阿姨 小伙子 他姓什么呀 他说他姓沈 是刘阿姨的家人 陈先生 他有没有问 是谁在照顾方怡啊 他就问了 是谁把阿姨送来的 我们说是他女儿 他就站在门口 想进不敢进的样子 后来就放了一大堆 补品就走了 如果啊 下次他再来的话 问起来 您就说 等会儿小慧一日 再照顾就行了 哦 好 好 好的 行 那我先回去了 好 这么晚你赶紧走吧啊 方怡啊 水弄好了 我们洗头发吧 来 慢点 慢点啊 慢点 小陈 我要吃苹果 吃苹果呀 现在只有香蕉跟桃子了 行不行啊 我就要吃苹果 就要吃苹果啊 行 那我现在下楼给您买去 您等我一下 嗯 还会儿 我one 我看你 你好 我是小明的姚鸟 你好 我是小明的妈妈 小妈妈 阿姨 我来了 嗯 我记得资料上解写 是小明的家长叫 您这是又把我忘了 你要 那是小明的 阿姨 我再自我介绍一遍 我叫魏彤 是您女儿的好朋友 人家造型是要洗头是吧 我给您洗吧 你是谁 我是您女儿的好朋友 魏彤 那我就认识才洗牌了 我认识 您甭管了我给您洗头吧就 这好看吗 你是谁呀 阿姨 我是给您洗头的 行吗 小陈哥洗头 阿姨 我是您女儿的好朋友 魏彤 您想想我看您这么多回来 我上回 我上回给您买好吃的呢 对不对 那我洗话了 我这跟我妈也没洗过头 另外我去晓妮说您行行行行 立得行吗 阿姨 嗯 还行哈 嗯 阿姨 小陈最近一切都好 这是有点忙 之后替她来看看您 这电视好看啊 您看这么久 好看 跟孩子似的 小陈 妈 您醒了 我帮您打个水 你的头发长了 该剪剪了 是 好 我电话来了 我出去接个电话 你们那边是不是也规定了上班时间不能打电话 你到底是义工你还是全职 说吧 什么事 还不是苏秀的问题啊 现在到处都在强调版权意识 那深思在这件事上捅了这么大娄子 那我们作为合作公司是不是总在想办法收场啊 我记得当年和深思的合同里面 有关这一类的问题 进行了很清楚的责任分割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大哥 你说的倒是精巧 你倒是回来啊 你不回来这问题怎么解决啊 这工资啊 都交给你一年多了 我对你有信心的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啊 我们军送给量导院的医疗设备 时不时到啊 好好 这事动作得快啊 千万别让别人知道 来 好好 拜拜 知道 行 好 那就这样 咱们不踏皮外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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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帽子了 帽子了 这种 我们有别的意思啊 我真是想问哪 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 这有什么方式 妈 关系和教育人孩子的呢 教育方式啊 我回来看看人了 我给你带你爱吃东西 那是谁呀 那是谁呀 那是你闺女儿呀 我不是认识你 你要挑哪个牌 我给你挑 声音太小了 现在呢 嗯 好啊 妈 我给你炒了 你最爱吃的小菜 这还有粥 我见过你吗 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来呀 你 我是认错人的 我是小陈啊 我是小陈 我是你闺女 小陈是男的 哪个小陈啊 护光小陈 不一直都是小慧在照顾你吗 小慧也照顾 小陈也照顾 都照顾 妈 你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这都是我找着的 你看你看 你还记得这个吗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爸爸给我做的小翻船 还有这个 小波浪鼓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 你跟爸爸说 咱生的是闺女又不是儿子 你给她做一波浪鼓干嘛 你后来还老拿她逗我玩 你记得吗 你看 好 闺女好 闺女俏 闺女好 闺女是妈妈的小脸好 我就是喜欢你闺女 闺女可好可好 你怎么哭啊 你怎么哭啊 我好想你了 好可怜的小孩儿 你先找你妈妈去吧 嗯 你就在这儿我找谁去啊 我要看电视 我要看电视 可算是忙完了 我等死你了 好 你说给我一个惊喜啊 什么惊喜啊 惊喜一会儿就到 别卖关子了 你快说吧 你 姐小陈回来 一会儿一起吃饭 小陈回来了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呢 我怕你大嘴巴呀 让不该知道的人知道了 你说小陈 她该不会还怪我留在DH 她怪你会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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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陈 我跟魏彤在一块儿呢 你到哪儿了 你不来啦 你不来啦 程总啊 程 不不不 我是说程志远 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怎么来公司 嗯 她说好像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吧 喂 又出什么事了 有件事我考虑了好长时间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告诉你 毕竟你知道了 也能有个心理准备 到底什么事你赶紧说 是吧 彦彦我这样回来了 是辛迪告诉我的 她不是在辛迪的公司吗 但是她这次回来 完全是为了上海的公事 如果你见到她了 你千万不要激动 好吗 程志远 你在听我说话吗 喂 喂 志远 我先挂了 你来这儿做义工 是为了我吗 我是为了我自己 每次看到方怡现在这个样子 我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 要是没有我的话 她和你现在 应该拥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 我其实经常会想起你 想起 我们曾经的那些事情 我不得不承认你在我的生命中 留下了不可消除的印记 我越是想去忘记 就越记得清楚 后来我告诉我自己 应该去恨你 是你 毁了我的生活 同时还欺骗了我 对不起啊 可是后来 我换了个角度去思考 我思考 你在我爸离世之后 你是背着多么大的负罪感来接触的我 你甚至不求任何回报的帮助我 还居然负我妈的痛苦 我想到这些 我现在 我反而恨不起你来了 我反而恨不起你来了 你应该恨我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可是责怪别人 只会让痛苦不断地加深 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断地反省自己 才能正正地成长 你没有错 错的是我 都是我的错 其实我也有错了 我错在 我爸离世之后 我把所有的怨恨都转达到了别人身上 我甚至把自己想象成了悲剧的主角 我觉得全世界都欠我 可是 我明明知道我妈比我要痛苦一万倍 我反而没有去安慰她 我而是任性地选择了逃避 我先是逃到了上海去读书 然后逃到了美国去工作 其实 我妈是因为害怕像失去我爸一样失去我 她才歇斯底里地把我拴在她身边 我如果当初有足够强大 能明白这些我勇敢地去面对这一切 可能我妈又现在不是什么样子 小辰 成长了很多 也坚强了很多 那你知道吗 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原谅自己 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原谅自己 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义工 但如果有一天 他们知道了有一个人 是因为我而失去守秘的 他们还会成为我给小妈 我之所以会主动找你 我之所以会主动找你 就是想告诉你 不要再用这种负罪感来折磨自己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有句话想对你说很久了 我原谅你了 我原谅你了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这儿再当义工 也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来赎罪 对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 你有你自己的工作 不要因为一个错误纠缠一辈子 在命运面前 都是无辜的 那我们以后 那我们以后 还能见面吗 以后 不一定经常能见面 但是我们还是朋友 谢谢你的月亮 好 好 好 哦 我 有 globally 你怎么了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合着你叫我来就是陪你喝酒的 不是 大哥 我忙得叫都没得睡 你公司事你也不管 现在你叫我陪 我叫你来喝个酒 那废话那么多 我 就喝这个 你给我换一瓶 想喝什么 自己拿吧 我说 既然你今天这么大方 那你不如把这瓶酒给我吧 喜欢就拿走 好 你跟我说实话 你们俩是不是见面了 所以你才这个样 对不对 你就不能有点出息吗 跟你说什么了 你 他跟我说 他放下了 咱俩 我不会 你不有点 别有点 你不能 买了 你不能 你去哪里 我 可对不起啊 我知道我以前 对爱卿不是很了解 我曾经只是关心 因为我而受伤的人或事 我会觉得他们是因为我 所以才受了伤 所以我想去保护他们 我遇到小陈以后 我才知道什么是爱 爱你懂吗 你知道了吧 爱 疼了 疼了 来 来啊 希望他原谅你吗 什么 我说你希望他原谅你吗 但我希望他永远不要原谅我 博总 我已经到贵公司楼下了 侯总 我们今天见面取消了 有急事 没关系啊 如果时间不长的话 我不介意等 抱歉啊 今天真的没有时间 跟您见面了 王总啊 我能斗胆问一下 什么原因吗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是不是因为最近 我们公司出了一些 负面新闻 我想这个不应该影响 我们两个集团之间的合作 这笔投资呢 虽说我们没有落实到合约上 但是我们早就达成了 口同共识 我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想在具体的细节上 跟您细化一下 您看有没有 侯林啊 实在不好意思 这件事情 我回头再跟您解释 我还有个会 有钱不跟您说了 王总 谢谢 您好 谢谢 我 喂 妈 儿子 你知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谁 严小辰 严小辰回来了 你知道吗 她家人都在国内 她回国是很正常的 正常 你知道她回来干吗 我清楚 她是来落井下石的 她是专门来找咱们深思集团 麻烦她 妈 你在胡说什么呀 杨澄她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 你真是太天真了 她恨啊 她恨我 恨咱们家人 她是来报复的 妈 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深思的事情请您自己解决 你还是不是我儿子 小猴子 小 你呢 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 不客气 您和森林也是老朋友 应该的 我能冒冒的问您一个问题吗 您说 您为什么会对 深思集团的情况 掌握得如此清楚 我原来在那儿工作过 王总 侯总 这么巧啊 你巧不成书吗 出资的事儿 投资的事情 以后我们找时间慢慢聊 我现在有话 要跟这位严小姐说 方便吗 方便 方便 小巫 你送一下王总好吗 请吧 你希望我怎么称呼你的 就像您刚才称呼我的 严小姐 或者小妍也行 侯总 这是我的名片 投资经理 严经理啊 我很好奇 你刚才跟王总 聊些什么呢 跟深思有关吗 商业机密 硕无可奉告 严小辰 你要想对深思下手 直接来好 用不着在背后 鬼鬼祟祟搞什么小动作 既然侯总 这么着急想知道结果 那我不妨跟您说吧 我刚才 确实说服王总不要注资深思 而且他也同意了 我就知道 你是不会放过我们家的 三年了 你无时无刻都想报这个仇 是啊 都三年了 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严小辰了 但是如果您以后 有什么生意想要找我聊的话 我随时奉陪 过去的一切 错误都在乎 是我一个人所为 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为此 我失去了孙子 我跟儿子的关系 也很紧张 现在公司成这样 这在你看来 是一切都是报应是吧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从今天起 我就算失去一切 我也无所谓 你怎么报复我都可以 可是 看在 你跟沈侯过去的那段情感上 我希望你放过他 作为母亲 算我求你了 行吗 沈侯有个好妈妈 我先走了 好久不见 想什么 三年前我肯定想不到 今天我能坐在这儿 我不是这样 我怕我 那我就是这样 我这不敢想不到 我还是要 好好好 这可想不到 你就能在ard 受他们三个人 想不到 你 事实际上 我 不可以 我 你 我 不不可以 感谢观看 声音特别大 当时还被别的病人投诉 我们还被护士给训了 扰民 现在先生那个时候 真好 我真的很想回到大学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太苦了 我是好不容易扛过来的 我可不想再回去 总想着过去的事 只会让伤口无法愈合 所以还是要向前看 未来的路好很长 你会过得很好 对不起 但是我也要谢谢你 笑什么 谢谢你的一切 别在外面待那么久了 你该回去了 那就到这儿 抱一下 祝你幸福 也祝你幸福 这次是真心的 回去吧 在人生这条路上 不断地发生着相逢和走散 我们总爱去计较一个所谓好的结果 而忽略陪伴的过程 才是该用心体会的 每个人都会离开 这段陪伴的路有多长 我们谁都不知道 也许我们正忙着 用最后的时间来争吵 还来不及判定书印 就不负相见 做不到不愧此生 那就尽量做到不愧此乘 从每段诗剧中学习珍惜 未来跟每一个来往的路人 平静地挥手道别 进 沈总 这是您要的资料 行 谢谢 邓朗 时间不早了 你让他们多下班吧 跟男人说一声 辛苦了 谢谢沈总 赵总再见 沈总让我们下班 丁沈总 沈斯集团 股价持续暴跌 面临创立以来最大危机 不说猴子 你可真行啊 你这个富二代 快变成前富二代了 还这么淡定 你好好行啊 我让你给我发的资料呢 我发你了呀 你发我哪儿去了 油箱啊 不可能 我每天在睡觉之前 都会检查一遍未读的邮件 我现在就答应了 搞错了 而且 在你发给我之前 你自己先检查一点 如果到时候被我发现 有什么纰漏的话 我又得扣你小情了 我之前怎么没见 你对你的投资人这么伤心 还不是因为这是严有尘啊 只要是跟我们公司 有关的事情 我都很上情 你可拉倒了 我告诉你 前任 不对 你这还不是前任 前妻这种身份 最容易公司不分 他轻描淡写的一句内容模糊 我们所有人一天之内 就得重新整理资料 这不难为人吗 你这么说就狭隘了 晓晓她代表的是投资方 她公事公办 我们尽力配合 有资金进入了 我们不是很快能实现 我们当初创立公司时的愿景吗 再说了 晓晓她不一直是这种 叫真的性格 身后 你为了颜耀辰说我狭隘是吧 明明是你鬼迷心窍 旧情难忘 行了 你尽快把资料发给我 赶紧回去陪您家卫童子吧 陪什么 以后不想陪也得天天卫 我还不如在这陪陪你呢 别忘了明天早晨九点来接我 你要再迟到我弄死你 不言穿 慢点啊 你也别太晚 这也要先让我抵护 你必须看不 tutte 真啊 你已经摇晓姐 你得跟着我摹护了 我身分还是要做 你接不过 贵цев 你告訴她 我自己想要做 就让她被置け 你也给她